北京冬奥会期间再次让彭帅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 也把中国女性的身心健康和权益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 另外 徐州八海母亲的命运引起名分 谁来为精神病人解锁维护患者的权益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帆 北京冬奥会期间 国际社会在抗议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同时 再次让彭帅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 也把中国女性的身心健康和权益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 中国网球选手彭帅对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提出性侵指控后 连续几周失去阴性 冬奥会期间 彭帅接受法国对报采访的时候 表示一切都是误会 可是她的现身并没有消除外界的质疑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在两性交往中 女性要如何明确社交界限 遭受侵犯或者暴力时 有哪些法律途径来捍卫权益 又要怎样寻求医疗资源来修复身心的健康 今天我们邀请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 杨景端医生和人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律师 刘伟女士来分析和点评 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邀请 非常感谢 谢谢二位 我首先请教杨医生 从心理学和精神疾病健康方面来说 在两性交往中 要如何明确社交的界限 其实不仅是两性交往 任何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它都是有界限 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 自由的个体 那么所以这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这包括父母和孩子 兄弟姐妹之间 夫妻之间 同事之间 等等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两性之间 那他就有更多的比较细致的一种界限了 是吧 中国传统讲男女授手不轻 这是一个那时候当年的当时的这种界限 现在来说 这个男女之间的互相尊重 这是起码的要求 至于说这个彭帅和张高丽之间的事情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彭帅本人 所以那也不能够说 我的点评那是针对他的 但是呢 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人会在什么样的心态下 会发展这样一个非常不平衡的 这个两性关系 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 假如说一个人从小到大 他会缺乏这个父爱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 他总是有一个洞 他总是想在两性关系中来填补这个洞 那么他们经常呢 有一种倾向 就是把一个人 把对方给理想化 认为对方就能满足他的要求 但是呢 事实上呢 对方是不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失望 就会愤怒 就会升起 我说的这个不一定是彭帅 我就说的是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很容易让 像彭帅这样的 一个年轻的女性 去寻找一个 像父亲 甚至比父亲还大的这样一个男性 来发展这样的两性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讲 很可能啊 是填补内心的一种 一种空白吧 这个感情上的缺陷 这造成了她的性格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并不了解 这是真实的情况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当然张高丽 她不是一般的人 她是一个 这个位高权重的人 是吧 那么她会给 不管跟她有什么关系的人 带来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这个机会 那么在这点上呢 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诱惑 在诱惑下嘛 人们会打破很多界限的 会放弃很多原则 是吧 人在一般在两种情况下 一个是诱惑的情况下 一个是威胁的情况下 人们就会为了生存 就会放弃这个 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界限 所以呢 你说她是一个心理问题 她也是个心理问题 那么你说她是一个社会问题 她也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甚至一个政治问题 刚才您提到这个彭帅 在这个发表了这个 自我的这个 控诉之后 然后就消失了 然后又出来澄清 那么当然了 大众嘛 她也不是傻瓜 她看你是在什么环境下澄清的 如果你不是自由的 那她就怀疑你这个权清 是在一种 这个特殊条件下 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现象呢 真的是比较复杂 它是一个精神健康问题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那在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当中 什么是同意呢 刘律师 同意的话呢 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 这样的一个司法实践当中 有一个标准的不认同 在中国的话呢 刑法的相关规定是说 违反被害人的意愿 采用了具体的暴力 威胁 伤害 或者其他的手段 来去强迫受害人 进行性行为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但是这个是典型的 这个强奸罪的中国法面的 中国法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这里面就很明显 它不是用同意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它用的是受害人的意愿 那这个受害人的意愿呢 在司法实验过程当中就 它就处于一个比较难以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法院的认定标准 如何认定违背妇女意志的话呢 它是看你有没有尽力的去反抗 那这个标准就会在时间过程当中 让人不同的社会的群体的话呢 有不同的看法 那有一些看法的话呢 就比较集中在 你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还要求妇女尽力去反抗的话 那它可能丧失生命 或者丧失其他方面的 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些伤害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界定的标准 而美国这边呢 它是采用当事人有没有同意 进行的这样的一种性行为的情况 那这个同意呢 它可以是口头的 它也可以是非口头的肢体的 甚至是两者混用的兼用的 都是可以被认同的 其中主要的一些标准的话 它是要看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年龄啊 他的心智成熟的程度啊 他当时是一种 有没有在醉酒的状态啊 或者对方有没有欺骗他呀 获得了这种虚假的同意啊 以及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种彭帅 这样的一个案件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权威地位存在的时候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当事人同意 还是不同意的一个状况 那认定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利用这个职权从属关系 或者相类似的这种关系 和他人发生关系 那我们怎么样来确定 他哪一方是受害者 嗯 这个权力关系不对等的话 尤其是受害人一方面他是明显处于弱势的 他如果要站出来去反抗的话 其实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 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啊 嗯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就是中国共产党啊 纪律处分条例当中他提出了五条 这个生活纪律 那生活纪律其中有一条 就是关于男女关系 失贩这个条款 那他是认为是什么呢 利用职权的教养关系 从属关系 或者其他相类似的 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这种行为的话呢 他是把它界定为一种失德 失贩 更不是从这个角度上 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上 他可能牵扯到强奸或者非法猥亵等等 这样的一些行为 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权势一方的话 往往无论是从这个 现有的这些条例条款来看 还是现实当中来看的话呢 受害人都是处于弱势的 很容易可能会被权势一方呢 反咬一口说 嗯 你是为了从我身上获取某些利益和条件 而虚假的 让我进行了认为你所 你是愿意同意跟我发生性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杨医生您怎么看 在这个权势不平等的这个关系当中啊 像刘律师说的 男性可能会说 你是在利用我 那女性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其实这里面的核心呢 那倒不是男性还是女性 而是这个地位的悬殊 和权力的影响 如果这个女性是在一个权高 位高权重的地位 那她对男性的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 在这个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例子 女性高官和男性下属 是吧 那么最近呢 在美国这个CNI的这个总裁辞职 辞职的原因就是她和另外一个女性高管 有所谓的这个双方同意的性关系 竟然即便是双方都同意的 但是她也是从这个职业的这个规则 不论你道德上讲嘛 她也是错误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界限越来越重要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在做青少年教育的时候 我就在想 孩子们经常到学校里面最关注的是 是朋友关系 到学校是有没有朋友成了天大的事 其实呢 学校不是交朋友的地方 学校是同学和老师 师生关系 就这两种关系 没有别的关系 你到学校就是学习 不是交朋友 当然了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 你如果在一个环境中 你把这个关系搞错了 那么它就会造成职业道德上的 伦理道德上的 甚至法律上的问题 是 那我们从这个彭帅这个事件啊 是 他是通过这个社会舆论 想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 那显然没有成功 那这种状况 在最近中国发生的极其 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的 这种me too案件中 也反映了出来 比如说阿里巴巴 有一位姓周的女员工 通过公司内部的网络来投诉 遭到这个上司社局性情 最终他得到的结果呢 是自己被公司 给解雇了 那刘律师这个me too运动在中国不能成功反映出哪些问题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me too运动的话呢 尤其是在这种 性侵犯类的案件当中的话 遇到的瓶颈非常的多 困难也很多 首先有一个呢 就有这个社会环境非常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受害人很容易会被污名化 网络上 舆论上的媒体一面倒的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首先要从受害妇女的这个角度上来去看他自身有没有做出一些这个行为不减的行为啊 比如说你裙子有没有穿太短啊 有过分暴露啊 你是否自身有做这个检视啊等等啊 那社会环境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受害人当事人的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他有很大的机会会被反告啊 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险子啊 是有租军案的时候的话呢 最终这个结果就是因为证据不足他败诉了 但是他反而会被诬告说自己侵犯了对方的名誉权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资源完全都不对等的这种状况下的话呢 他会更容易面临到这种情况啊 那当然了就是一方面呢 还有一个在司法期间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 当事人是非常难于站出来的 他即便是选择站了出来之后 跑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事隔两天三天 甚至是更久的时间之后才想起去报案的话 那这个检察院呢 包括这个公安机关的话呢 他立案起来就会相对于是比较难 那即便是立案成功了之后 受害人要取证的话也会比较困难 因为像这种类型的案件呢 一般都发生在比较私密的环境当中 那受害人一般很难去举证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经过长久的时间已经灭尸了 那这种状况下的话呢 就会比较难于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 来去维护他原本的合法的权益 那在这个确定性侵这样一个法律流程是什么样的 刘律师您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建议一旦发生这种事情 受害人应该要第一时间报警 报警完了之后要好好地把自己的这个证据保留好 比如说如果有受到伤害 有发生了这个不自愿的性行为之后 一定注意不要去洗澡 要注意第一时间要把这些证据 或者跟这个事报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短信 电话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全部都留存好 不要因为自己当时内心很怯懦 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 反而去冲刷掉 去冲启掉这样的一些原本的证据 首先是一定要保留好证据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的话呢 报警完之后一般来讲 都会需要你去医院去做这个身体检查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有条件一定是建议当事人可以去寻找 这个心理咨询室的帮助 如果有一些社会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社工人员的支持 那当然这个就会更好 能够让当事人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建设 知道自己接下来所面临的这个 一个是诉讼的时长过程当中 反复地去讲述自己过往 所遭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可能会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三害 他需要有极大的这个心理的建设 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会对当事人而言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呢 就是要积极地去联系律师 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 证据的准备 如何进入这个司法程序 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有专业的人士 有心理医生 有律师的支持 将会给受害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安慰 那联系好律师 做好这个相关的举证准备啊 心理建设啊 这方面之后的话呢 就到了这个起诉阶段了 那一般来讲是两种情况 一种的话 如果是公安机关立案了 那接下来所面临到的就是 由这个公安机关去接受 介入啊 检察院去介入的这种状况下 代表受害人去起诉 那一般这种刑事案件过程当中的话 受害人也是可以提起 比如说自己有这个 精神方面的巨大损害啊 然后身体方面的一些巨大伤害啊 也可以提出相关的一些 附带民事的起诉和赔偿 那还有一些 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就是在职场性骚扰 这种案件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是很难于进入到这种 我们说的这种形式程序当中的 而更多的是一种民事起诉 那这种民事起诉的话呢 同样的道理 都一定还是要把证据保留好 把相关的这些司法程序啊 了解清楚 在每个环节过程当中 积极的去配合律师 认真的去准备你的整个 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和文件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家人的陪伴也很重要 我们有见过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件过程当中 当事人要么 起诉到过程当中放弃了 要么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出现了 那很大一部分因素的话呢 就是失掉了家人以及社会的支持 尤其是像某一些事件啊 网络发酵之后啊 社会上的舆论呀 一定是有人骂有人赞啊 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下 受害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没有这个家人的支持 没有这个社会的支持 他就会放弃掉 觉得说这个事情本来不是我的责任 但现在好像变成了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有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 诸如此类的这种案件的话非常多 我们重点呢 其实像我自己过往的经验 我会重点更关注在就是关于职场 有权力的压迫的这种关系下的一些 性伤害的案件 一些这个职场强奸类的这种案件 那这种案件包括 我们在以前的这个 代理的案件过程当中 有一些儿童性侵害 像2013年14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一些儿童性侵害案件当中的话 它也是发生在一个权力极不对等的状况 比如说在小学 在幼儿园老师猥亵强奸这个小学生 那这里面可能还会牵扯到 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责任 那像这种如何去起诉 如何界定被告 如何去维护你自己的这个相应的一些 这个合法的权利 甚至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小孩子 受到的这种性侵害之后的话呢 他可能面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治疗和辅助 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 是需要有专业的律师介入其中 来帮他去争取到 尽可能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害培详 才会对受害人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以及他的家人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那刘律师您刚才讲到着重 就是说遭到这个暴力性侵的话 那在职场上 在碰到这个权力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 那受害人怎么样来搜集这个证据呢 一般来讲呢 就是可能你会有一些这个微信啊 之间的这种调侃啊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黄色笑话呀 诸如此类的啊 有这样的一些书面的证据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通过就是 不要去删除任何的信息 把这些所有的证据系统的保留下来的这种方式 如果有遇到就是这种电话骚扰 要把电话骚扰这些相关的一些通话记录呢 尽可能的去保存 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啊 有一些这个当事人可能会打电话给受害者 那打电话给受害者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也需要啊 把这个事情讲述清楚 并做好相关的录音 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利的条件啊 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会啊 更加的谨慎啊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拒不承认或者拒不认账 那对于当事人来讲 就会有比较难以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关于这个电话录音也涉及到 在美国至少是涉及到法律问题 各个州不一样 有的州说 你没有得到对方同意 可以录音 有的州说 对 是的 在美国是这样的 在中国呢 司法实验过程当中 它也会有啊 有没有同意说 不同意说这样一些 但是有 好过没有啊 一定是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支撑 尤其是有一些证据 它可能是一些间接证据 但它依然可以通过一个证据链条的梳理 帮助当事人能够呈现出来一个事情的 原本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像这里面 有没有违背受害人的意志啊 是比较难于界定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有一些电话录音啊 有一些这个书面的通信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证人证言啊 都会对这个事情的证明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心理的咨询 寻求这个家人啊 朋友甚至特别是这个医疗方面的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杨医生在受到侵犯以后啊 女性往往会感到这个一方面是感情伤害 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挫折啊 自卑啊 甚至是这个有耻辱感 那在这方面 这个医疗专家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辅导 这个从医疗方面来讲的话 对性侵者它实际上是一种多重的伤害 有身体上的伤害 有精神上的伤害 所以那这种关爱应该是全面的 那么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讲 最重要的是要和这个病患啊 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 这样这个病患呢 它才能够把它心理的话 不愿意跟别人讲的东西 才能把它讲出来 对这个对受害者来讲啊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能够把压抑在心里面东西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以后呢 如果这个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医生的话 他会不带任何的价值标准观念去评判他 他只是非常专心的非常同情的来群听 让他能够彻底的表达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说一个受害者感觉到你的心理医生在不断的判断他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的话 那他就会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心理医生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素质 不仅是要赢得这个病人的信任 同时呢 还要有比较强的说服力 在关键的时候 你能够点到一些让病人 让受害者忽然开朗 让他意识到 他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还可以那样做 他并不是这个唯一需要做他过去做过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又学到很多的应付类似事件的方法 这是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关系呢 就是说虽然这个心理医生和这个受害者是一个职业的关系 但是呢 因为心理治疗有个特点 它是一个很私密的关系 是一个很个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不是朋友 但是呢 是和这个受害者 他要感觉到 他跟你能够像朋友一样的信任 所以呢 这几个因素呢 对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效果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 这个原则呢 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治疗 那么对于性侵的受害者 一个最大的因素 就是一个 内心深处的一种羞愧 羞耻感 这个呢 是这个 非常 对我们这个人来讲的话 这个羞耻感啊 是可以杀人的 是可以杀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他即便受了很多委屈 他也不愿意去说 很多人因为羞耻感的话 会转化成各种各样的一些 自我伤害的行为 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生理疾病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的解决的话 那么这种 这个性侵的伤害 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 床上应急和综合症 就会演化成很多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和躯体的疾病 所以呢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就是我们很多人啊 对心理治疗呢 他还是有一些戒备 一方面呢 他觉得自己 接受心理治疗 就承认自己有问题 我们很多人是不能够 承认自己有问题的 是不能够接受 自己有问题这个说法 更不要说 可能是心理问题 或者精神问题 那就更不能接受了 那么这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这个障碍 而彭帅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呢 他倒不一定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需要心理治疗 他也不一定不知道心理治疗对他的好处 他可能处于他自己的特殊的这个局面 他不能够接受 这样一个帮助 这样一个邀请 所以呢他就把他糖塞了 这也未必可知 所以彭帅的例子呢 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对我们之大多数人来讲 这个设计上我们每个人呢 都需要这个不同程度的心理上的支持 我们总觉得从朋友那里 从这个家人那里就可以得到这个心理上的治疗 因为这个呢是很有限的 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虽然很关心你 很愿意听你说 但是你跟他说完了以后 他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应你 才能帮到你 他甚至他们的反应和回应 可能会让你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或者完全没有帮助 另外呢 他们本身因为是你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带有自己的个人感情在里面 所以他们也不能够非常客观的 来帮助你分析或者判断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找一个职业的 跟你没有什么其他关系的 这样一个人呢 来做一个心理的咨询师 对我要补充一下 刚才这个彭帅呀 他的说法是在一种高度压力 或者在有控制的这样一种环境中 做出的一种这个否认 所以对这只是一个用来一个例子 可能很多真正的这个需要心理咨询的人 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这样的医疗资源 那非常感谢杨景端医生和刘伟律师 来宾发表都是个人意见 BBD代表美国之一 那接下来呢 这个徐州八海母亲的事件呢 让维护精神病人的人生自由和权益 这个话题呢 也推到了聚光灯下 那我们要来探讨谁来为精神病人解锁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江苏徐州风县八个孩子的母亲杨某霞被关在屋里 并被锁链锁住脖子 事件曝光后呢 引起了巨大的名分和谴责 自称是合法婚姻中的丈夫董某明说 杨某患有精神疾病 因此呢 用锁链锁住他 那中国官方最新的这个说法是经过调查 杨某霞的身世和遭遇呢 有了初步的结论 不过呢 有关精神病人的这个人身自由和权力保障的问题 这个热议还在继续 那精神病人有哪些自主权 在监护和治疗中有哪些争议 由谁来维护患者的权益 我们继续请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 和人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律师刘伟女士来分析和点评 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节目来 那首先这个杨医生在医学上要如何鉴定精神病 不是说我说你有精神病就是精神病了 这个在精神病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分支 叫做司法精神病 司法精神病学呢 就是专门鉴定这个精神病人的司法权利的问题 和司法的这个责任能力的问题 所以呢这不是说病人说了算 或者是家人说了算 或者政府说了算 它是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精神病的鉴定 这样是一个程序上的事情 当然了这个前提是这个 这个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是要独立的 它不能够受到政府啊 或者是其他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才行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但这个条件呢 在中国大陆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这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的 所以呢就是说从道理上讲 司法鉴定是一个正确的程序问题 那在鉴定完成说 这个人确实患有精神病这个疾病 那在成人患者 他有没有这个自主权来决定 我要不要接受治疗 或者终止治疗呢杨医生 对精神疾病啊 这个鉴定啊 我们可以通过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是有精神疾病 大家必须知道啊 精神疾病是个非常广伴的概念啊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的病人 他都需要去做司法鉴定啊 他都不需要被这个强制住院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啊 这个病人呢 他的权益问题呢 是要是要交给第三方来判断的 一个呢 就是他对自身有伤害啊 或者危机自身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权力呢 就有可能暂时的被剥夺 如果在美国的话 你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的话 那么就可以强制的把你送到 急诊室啊 送到精神病院 然后呢 对你进行评估啊 对你进行安全上的保护 但是呢 三天之内 必须带到法庭上去 由法官去判断 这个精神病人 有没有 对自己有没有安全的危害 如果没有的话 就必须 让病人自己选择是留在医院 还是回家 如果法官判定 他还是有危害自己的行为 或者伤害别人的行为 那么他就被强制的 继续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就是说 他有可能伤害到别人 或者是干扰到社会的秩序 和这个公共安全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情况下 他被强制住院 强制住院以后 也是同样的程序 治疗这个处院以后 他必须在 这个短时间内 48小时之内 或者72小时之内 那么就要到法庭去 进行法庭上的这个判断 看看这个病人的权利 有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刚才的情况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鉴定 情况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八个孩子的妈妈这件事情 不管你给他戴的是什么精神病的帽子 是吧 那么都要问两个问题 一个呢 他会不会伤害自己 第二呢 他会不会伤害别人 如果他这两条都没有 那不管他戴的是什么精神病 你都没有理由 拨夺他的权利 他可以选择接受治疗 他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治疗 所以在这点上只要他是18岁以上的成人 他有自己的决定权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说的他的这个自制力 他有没有对自己的行为 对事物的判断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呢是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人痴呆了 年纪大痴呆了 他不能够判断 那么这时候呢 也需要通过鉴定要找第二方 或者第三方替他来做重要的决定 因为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 那么这个过程呢 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八个孩子的妈妈 既没有伤害自己 也没有伤害别人 他自己也能够做出判断 那么他是完全有权利决定 自己是应该怎么样生活 对自己所谓的精神疾病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那都是他自己说了算 那即使他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伤害别人 或者自己的行为 家人有没有权利 就像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 被这个锁链锁起来 长期的关在这个屋里 限制他的行动自由 这样家人或者监护人这样做 也是一个非法行为吧 这就是这完全是这个非法行为 因为保护病人是一回事 就你采取的方式和方法 那要看看是不是人道 是不是违背病人的意志 是吧 那么是不是在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导 和帮助下进行 是吧 那么这些呢 它都是一个个人的 一个极端的违法的行为 所以这个现象的发生呢 可能也不完全能够归咎于 这个人的无知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中国 对从医生 到医学院 到我们底下的平民百姓 对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识 都是薄弱的 都是薄弱的 所以这个不能用这个来解释 但是这个具体的人 他之所以这么做 他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是有自己的利益这个出发点 那这个病人被收治医院以后 会不会失去话语权 他还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这个病人呢 在正常社会 说在正常社会 那这个病人是完全有话语权的 他在住院期间 住院以后出来 是吧 他都是有话语权的 至于说他说的话 起到什么作用 是吧 他负什么样的责任 那就根据他的病情来决定的 那么在大陆这种情况下 他的不要说 他的话语权 正常人 这北大清华教授的话语权 都成问题 不要说他的话语权 那精神病人 有没有这个 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结婚 或者生育呢 刘律师 如果他已经是被 首先呢 非常感谢刚才杨医生有提到 就是关于行为能力的这个问题 就是您提到了 这个关于结婚也好 方面也好 它其实是一个行为能力的问题 如果说 这个精神病患者 已经是被界定为 没有行为能力的话 他是不可以结婚的 因为他没有自主能力 那如果说 他并没有被司法认定为 他是上市行为能力的人 他是有自己的 就比如说自主的行为能力 或者半行为能力 这样的一些人的话 他是可以在规定的 相应的条件下 满足条件的时候 是去进行结婚 其他方面的一些民事行为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他在这个 精神疾病发作的时候 像比如说 像这个杨某侠被称 他是有精神病的 那这个当事人和他生育 发生这个性行为 是不是会属于强奸 对 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争议的一个事情 首先呢 到底他什么时候 成为精神病呢 他是因为长期的虐待 而变成精神病 还是说是 他一开始呢 就是一个这个 精神病患者 那如果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已经是没有完全明示行为能力的这个人的话 那当然这个行为是毫无疑问 会构成强奸的 如果说他一开始是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 是经过他的认同 经过他的许可的自愿的性行为 那这个不能称为强奸 这也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个话题 那杨医生 从这个医学方面 我们怎么样来鉴定 他是不是有这个自主权 他是不是可以这个结婚生育 那这个问题呢 就要根据每个案例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如果说你 我们就拿这个案例来说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很具体的情况 信息是不透明的 那么就拿他这个情况来看 那么如果是说 他一开始就有精神疾病 一般正常的夫妻关系 那都是带他去看病嘛 是吧 那他一定有一开始 在生孩子之前 或者在把他绑 这个链子绑出来之前 他一定有一个求医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到底有没有 这是值得一个关注的事情 如果就没有这个求医的过程 那我就很怀疑 他是不是一开始 就是个精神病人 我觉得刘律师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他是被变成了精神病 还是一开始就是精神病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如果说 他是一开始就是精神病 在求医过程失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意味着 他没有这种结婚生育和养育的能力 责任能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都需要用链子把它锁起来 如果说一个人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 需要锁起来的话 那这个人是病得不轻的 那么你说他还能够生孩子 还能让孩子养大 还一口气还生了八个孩子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这就很让人怀疑 我就是说你是把他锁起来 逼着他生孩子呢 还是把他锁起来为了控制他的行为 如果是为了控制他的精神行为的话 那说明他没有能力去生八个孩子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怀疑 所以这个过程 每个人的这种责任能力 都是需要仔细地分析 最重要的是需要被保护 那在这个女性精神病患者被强奸 被性侵之后 由谁来维护他的权益呢 刘律师 这里面首先要看 就是谁能当这个原告 一般来讲 如果他已经是被判断 判定为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的话 通常法庭会指定一个监护人给他 这个案件当中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信息是 受害人这个没有办法去联系到他的父母 或者其他的直系近亲属 那通常呢 就是谁可以去做他的监护人呢 往往是他的直系近亲属 那或者是比如说配偶 那如果他是法定配偶的话 那就归结到了 又回到了这个原点 那受害人 私报人都完全分不清楚 确定了这个谁是 可以作为原告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当然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侵犯患者合法权益的话 是可以依法去提起这个诉讼的 民事诉讼也好 行政诉讼也好 还是刑事诉讼也好 就要看具体的这个案件的情况了 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具体的信息之后的话 可以做进一步的复习 分析 看哪一个方面 更符合他的这个情况 那杨医生 如果在想 我们以这个杨某为例子 不一定要说 他这个本身的这个案子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 他也没有这个直系亲属 或者是在身边 那谁来维护他的权益 理论上讲应该是政府 是吧 因为政府它就是 它职责嘛 就是保护公民权益的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政府呢就应该出面 提供这个公诉人呢 是吧 启动着法律程序啊 来保护这个受害者啊 来惩罚这个 这个害人的人啊 所以呢 这是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另外在这个社会上 这个心态还比较的 这个普遍就是 看待精神病患者 有一种歧视 有一种迷思 那杨医生 您觉得 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 这样的对患者的歧视 其实我们需要了解 精神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精神疾病啊 它跟其他疾病 没有什么两样 它首先是我们 身体和大脑的生物化学 和神经电生理方面的 不平衡 造成了我们情感思维 行为上的很多问题 那么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嘛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 作为当事人的话 他就尽自己所能 所知道的各种方式来应对它 这种方式呢 在我们看来就是症状 比如说有的人就睡觉 有的人就吃很多东西 有的人会摔倒东西等等 其实这些所谓的症状啊 都是他们在应付自己 然后求得生存的一个方式 那么如果你实在不行了 他就会去死 因为他觉得 与其这么痛苦 不如死了一劫 一死了之 我们把这种自杀行为 当成一种症状 实际上也是他 自己的一个应对反应 这种应对反应呢 有的是健康的啊 有人去运动啊 吃健康饮食啊 是怎么样 那有的人呢 就会去打游戏啊 这个成瘾啊 吸毒啊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应付方式 那么对我们来讲 大众和本人来讲 都要知道 你如果不纠正 他的大脑的生物化学和 生物能量的不平衡的话 你是很难通过谈话 通过这个讲道理 能够改变它的 因为他的确是很难应对这个问题 所以呢 无论是本人 社会 还是家人 都不应该 为这样有这样病而感到一种羞耻 他其实呢 跟其他病没有什么两样 只不过是其他的病 摸得着看得见 这个病呢 不太容易摸得着看得见 其实也不是 如果你去找的话 你既摸得着也看得见 我们给我们的病人 做各种各样的生物化验 然后证明他有生物化学不平衡 我们给他做定量的脑电图分析 甚至这个核磁公正等等 证明他有变身理的 有结构上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很明白 这个病人呢 他自己不能够控制他的行为 这样 所以呢 我们对他 就不应该有任何歧视 病人自己呢 也不应该有那种羞愧和羞耻感 是好 非常感谢杨医生和刘律师 那非常感谢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 杨景端医生和中国人权律师刘伟女士 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发表的都是 个人意见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您收看 时事大家谈 我是彦凡 下期节目再会